請問 下面台灣商圈跟所在地的配對 哪一個是錯的 基隆我記得 好男媽醒腳節目主持人 兩位 我覺得我們求救好了 怎麼會 我們先穩一下第一名 九日蔡香縣才剛完成結婚登記 就來參加一切好聰明 她表示自己應該可以闖關成功 沒想到跟同組 都是外景醒腳節目主持人的徐瑋瑩 竟然在第一題台灣夜市題時 就拿出棉死金牌選項 求網友幫忙 那請問一下 沾著這樣的吸氣可以衝到胸 機率滿高的大概有95% 我覺得是99.9% 我相信你超有自信 我覺得今天我們彼此都有出外景星 我們彼此都有出外景星 彼此都有出外景星 五十三 三說 基隆我記得 我覺得我們求救好了 怎麼會 活著最重要 對 會活著 對 所以決定要用免費金牌 我要借我超 要領先四千多票 所以我不確定一點 來 全多個網友 答的是三多根 我剛剛很肯定喔 但是你一直以為我就會擔心 因為你是在地的啊 我都在錯過 你是在地的 怎麼樣 大家現在是分責任對不對 不過在達到香港茶餐廳的英文翻譯時 兩人最後還是挑戰失敗 正確答案 絞肉 絞肉 我以為絞肉 抓得太難了 太難了 這個真的是沒有 香港有很多東西 你不用多想 它是純粹單純從英文翻過來的 它就是絞肉的意思 它沒有任何別的意思 昌憲不要不哭 雖然之後沒有成功放走獎金 可是你把米姜娘放回家了呀 這一集也是自第二季 新加入的節目主持人 宅男女神顧文明首次主持 第一次主持一季好聰明 她給自己打幾分的分數呢 本來是很緊張的 但是上台之後就是 就是看著小五哥跟捷琳 我就是反而有一種安全感 因為我自己很想要跟他們講說 不是那個答案啊 是另外一個 然後 對 然後又不能講 因為像是 因為我自己很愛玩這種 答題類的遊戲 所以如果看到別人打錯 就會默念說 不是啦 你們怎麼打成這樣子 之類的這種感覺 打幾分 應該還只有 六分及格 對 還有進步的空間 然後會慢慢盡量讓自己 趕快熟悉自己錢 對啊 每週兩晚千八點到九點半 記得鎖定一期好聰明 對聯絡力拿獎金